Get back You walk away and leave the rest of us deal with it St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 擔心從拜個晚年 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整個財經內閣 特別是行政院改組之後 財經內閣是受到高度的關注 大家都在享受二零一二 大概不會有世界末日 可是大家更擔心的是所謂的歐債危機 歐洲債務到底會不會引爆 成為全球的金融海嘯 有人認為說歐債 這一次如果引爆的話 恐怕會比兩千零八年 兩千零九年的 所謂的全球金融海嘯呢 引來帶來更大更大的災難 臺灣到底要如何度過 現在行政院副院長陳聰 已經是內定為行政院院長 換句話說 由陳聰所帶領的財經內閣 是不是能夠帶領臺灣所謂的逆風高飛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臺灣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北北基實施將近四年的國中一綱一本政策 即將走入歷史 因應一百零三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教與免勢升學 臺北市長郝龍斌今天表示 正在評估最快今年九月一百零一學年度開始 就會廢除一綱一本把選書權還給學校 時代演變重男情侶觀念越來越淡 根據國建局最新統計發現 去年國內新生兒男女性別比 已經下降到一點零七九 創十六年來最低 也就是說去年有將近千名女嬰 沒有因為性別而被人工流產 而今年龍年結婚及生子潮 預估今年總生育數 應該可以突破二十萬大關 澳洲網球公開賽男子單打決賽 二十九號由世界球王喬克維奇 對上西班牙蠻牛納達爾 雙方經過五盤馬拉松式纏鬥 喬帥靠著意志力撐過抽筋及體力低潮 終於擊敗納達爾奪下冠軍 碰回他生涯第五次的大滿冠賽金杯 而這場比賽歷時五小時五十三分 也締造了大滿冠賽冠軍戰最長的記錄 行政院新春團敗副院長陳沖松口證實 他被馬英九總統說服接任隔魁 對於外傳經監會主委劉毅如 行政院政務委員引起名 將分長財政部及金建惠 他表達對於兩人財經專長的肯定 財經內閣行程 面對歐債和美國經濟問題 如何帶領國家經濟平穩發展 也將是新內閣一大挑戰 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經濟評論者 馬凱 馬老師 你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再歡迎資深的媒體人 許其志 信聰好 大家好 馬老師 我們來看看新的財經內閣 其實很重要 大家比較關心的還是財經內閣 當然有些媒體關心的是其他的事情 像是緋聞 不過那個大概不是那麼重要 我們來看看 陳聰原本的行政院副院長 升任為行政院長 其實在傳出陳聰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包括藍綠正宜以及民間學者 那還看好是比看壞多很多 至少綠營也沒有什麼惡言相向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一個行政官員出來的 將一話原本內政部長呢 現在要轉任行政院副院長 然後楊秋昕原本的高雄縣縣長呢 他現在要升任叫政務委員 管忠敏經濟學者 其實也來上過我們幾次節目 很有名的經濟學者 他要當政務委員 李鴻元原本公共產業委員會的主委 他要升任內政部長 劉毅如原本的經建會主委 要來當財政部長 引起名現在的政務委員 要變成是經建會主委 我先請教一下馬老師 怎麼樣看待這樣子的那個名單 有人說老季福利 因為馬上歐債危機就要出現了 所以我們真要找一些經驗老道 所以其實這些人都不用介紹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找這些經驗老道的人 來因應歐債危機 臺灣就可以真的 就算不是逆風高飛 也可以安然度過 你怎麼樣看待這份名單 你剛才講這個經驗老道四個字 我不知道您是故意心存諷刺呢 毫無辜 因為您提到所謂新財經內閣 頭一個就是你說這個內閣是新嗎 沒有人感受他的新 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新面孔 說楊秋新他不算財經內閣 當然不算 所以財經的部分 沒有一個人是新的 所以稱新財經內閣 這個新字要打一個誇呼 據說財經內閣 我們說這是十幾年來 最我們說最重 最陣容最堅強的一個財經內閣 但是你看這個內閣的這個組成 除了陳聰從行政院副院長 變成院長之外 其他的財經部門的首長 都跟過去一樣 那如果過去沒有稱作財經內閣 為什麼現在可以稱財經內閣 所以他既不興 也不是財經內閣 他就是一個內閣 而且是一個老內閣 而這樣的一個老內閣 如果說他的目標是在處理 歐債危機的話 這個目標就定錯了 因為歐債危機本身呢 是說跟台灣的關係實在不大 你去問台灣的這個銀行界 你就知道 台灣的銀行界真正曝顯到 歐洲銀行的是非常之少 如果說歐債危機到最後影響到 他的這個進出口的話 這個進出口呢 首先是影響到中國大陸 然後再間一間影響到台灣 這間的影響也是次要的 而台灣今年碰到的問題呢 其實不是來自於這麼遙遠的歐洲 是來自對岸的中國 因為中國一方面呢 他的世界工廠 今年我想是岌岌可危了 甚至可能就關門大吉了 另外一個呢就是中國今年經濟呢碰到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有人說硬著陸 有人說軟著陸 但是不論如何呢問題很大 台灣就大陸世界工廠來說的話 台灣是首當其衝 因為台灣經濟還能夠保持百分之四左右成長率呢 裡面有百分之三個百分之三是來自對大陸世界工廠的出口 所以等到世界工廠關門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出口就無路可去 台灣的命脈因此就被斬斷了 這個才是台灣問題的根源 絕對不是歐洲問題 而且我認為歐洲問題呢 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嚴重 因為我發現今天的學者專家呢 慣於劃縱取寵 他們把一根繩子一樣縮成是一條蛇 然後大家才會注意到他講的話 其實歐洲問題就是一條繩子 歐洲問題今天之所以不能解決 是他們不願意解決 不是真的不能解決 是 因為如果譬如說歐洲問題裡面 我們認為他的這個引爆點是希臘 如果希臘你讓他暫時推出歐元區 這個問題馬上解決了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歐洲不願意這樣做 是因為他們珍惜這個單一貨幣區 他們甚至希望透過這個維新 逼迫歐洲人要靠在一起取暖 是 甚至進一步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所以它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它純粹是為了政治的意圖 而讓經濟不斷地走向一個緊張的情勢 是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題目還放在歐洲問題上 你題目根本就弄錯了 OK 那我也許換個題目 我們如果不談說這樣子一個 也不能說新 也不能說財經內閣 這樣子一個內閣 他就算不是為了所謂的解決歐債危機 帶來臺灣的風險 如果真的發生像馬老師 您剛講的 不管是在二零一二年 中國大陸是硬著陸或是軟著陸 總之他就是要著陸 這樣子內閣是否可以贏 首先這個內閣裡面這些老面孔 在過去三年裡面 他們都在面對中國的世界工廠關閉的這個危機 可是我三年來不斷地傾聽 我沒有從裡面的任何一張嘴巴裡面 聽到世界工廠要關閉的這樣的訊息 換言之他們要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回事情 要不然就是他明明知道 他故意閃躲不說 如果是明明不知道 那他完全是不適任的內閣 如果知道而閃躲不說 那等於是他在欺騙社會大眾 所以你從任何角度來看 這個內閣是如果從過去這幾年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的這樣的劇變 而沒有任何的反應 這件事情來說 他們不適任 我不想再讓你講 因為上次你說我挖了一個洞 讓你跳 我沒有要再挖洞讓你跳 可是我想問的就是說 如果你從這三年來對他們這些財經官員的 這些看法觀察的話 似乎新面孔比他們更能解決 接下來中國大陸的問題 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這個內閣裡面 都是些老陳持重的人 而且他們都是非常這個溫良 恭儉讓的 跟馬總統一樣的這種有德性的人 這種人在太平時代做太平的天子 做太平宰相 那都沒有問題都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垂拱而至就行了 問題是今天臺灣碰到的不是太平時代 今天臺灣所碰到的還不是全世界同樣的變局 而是臺灣面對中國的一個特別的變局 這種特別的變局需要有特別的手段 有特別的魄力 所以這絕對不是一個太平宰相能夠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樣看這次選舉 總統大選 馬總統一個在任者掌握了這麼多的資源 結果選成這個樣子 你說他的這個責任要誰來擔負呢 當然是財經內閣來擔負 對不對 因為他輸在經濟上 那如果這一群大將主導財經政策 結果差點把馬總統拉下馬來 這個叫做敗軍之將 因此你讓這群敗軍之將 繼續來面對同樣的危機 那怎麼可能變出新花樣來 其實大哥你怎麼樣看 今年臺灣會遇到什麼問題 以及這樣子一個財經官員 我覺得馬老師講得很對 說我們現在把內閣定位是解決歐債問題 就讓選舉選 把內閣定位解決股票問題 就是很短線 陳中所做的事情 互盤 互盤成功了 你就可以當行政院長 如果臺灣的所有隔員 如果獲得行政院長 每天想都是那五天或十天的事情 那臺灣就很麻煩 我每天想歐債問題 怎麼決 馬老師講的很多 其實就是大家用這個歐債問題 把真的大問題掩蓋掉了 不要去看真的大問題 臺灣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算非常的嚴重 所以馬老師講 中國大陸這方面來看 我們臺灣的代工產業是非常的薄弱 獲利非常微弱 這個亞洲有開發營有個統計 手機製造商可以賺一個iPhone 可以賺成本裡面一百七十八塊美金 是各個國家可以 代工廠可以賺到的 中國只能賺到六點五塊美金 也就是中國主要是臺商 所以我們臺商的代工 是做價值鏈裡面最低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很大 我們現在看到與去年來講 第四季 蘋果大賺 今年蘋果大賺 三星大賺 但是我們的紅糖店的股價跌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臺灣最大問題是 整個競爭能力是下降的非常嚴重 所以很多人說臺灣的股票為什麼跌這麼凶 同樣歐債問題 為什麼美國一直漲 他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認為我是國家經濟要撐著 他的腦袋想是怎麼撐著 每天想歐債問題要怎麼應付 但是我們臺灣 因為我們不敢面對這個現實 我們的低潤廠 幾乎快被韓國打垮了 我們LCD的廠快被打垮了 然後我們的代工競爭力又不如人家 品牌人家三星創新高 蘋果創新高 我們紅糖店跌了七八百塊錢 所以我們臺灣整個在競爭能力上 怎麼去提升 是我們整個產業政策 要怎麼重新規劃 甚至跟中國往來要怎麼定位 我們到底輸出這部分 要怎麼樣獲得 甚至大陸 我幾個例子 大陸客來臺也是個問題 大家都覺得大陸客來臺越多越好 我們看美國他開放這個 這個陸客簽證增加四十趴 大家覺得為什麼 對大陸那麼好 因為去大陸 去美國大陸的人 平均一個人消費十九萬 可是臺灣開放陸客 那種低價沙 很快就出團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臺灣人犧牲自己的觀光品質 跟資源 然後來引進一些很便宜的大陸客 所以我們臺灣整個產業 不管在外銷產業上 甚至大家覺得很看好的陸客產業 我們發現臺灣都是球量 營業額很大 賺得很少 外銷部分 陸客來得很多 只買鳳梨酥 茶葉蛋 這樣的情況 對臺灣的整個經濟提升 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臺灣現在這個 整個政府把目標放在歐債上 讓大家失去真正的理解說 臺灣的問題 絕對不是歐債問題 假設今天臺灣的產業競爭力很好 外銷的手機賣得都很好 出口都大量增加 這個問題就自然解決 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包括經驗會 我們看過去幾年也沒有 從來沒有過 臺灣整個未來的 大家說黃金石 未來整個方向到底怎麼樣 而且我們的產業 其實已經到非常危急的程度 像許美鏈欠銀行兩千四百多億 所以跟銀行坐下來談 反正我現在兩三年 我們只會先還息不還本金之類說 我們臺灣的整個內生的問題 非常嚴重 但是為什麼 因為太嚴重了 說乾脆不要去面對他 都講短線的 我們就歐債 這個只要能戰勝歐債就成功 這樣我覺得臺灣未來十年 其實面臨的困境是越來越麻煩 所以其實我請教你 所以你認為 您的想法跟馬老師會是一樣嗎 就是說臺灣在二零一二的問題 不在於歐洲債務 而是在於臺灣本身產業的競爭力 臺灣的轉型 以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恐怕即將要硬著陸 軟著陸 甚至是關門 對 其實這個問題 中國的問題更嚴重 我們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外銷依賴度已經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外銷衰退 對中國這部分是衰退 對美國是成長的 所以我們知道過去跟中國臨接的太近 結果 我們變成他原物料提供的 但是現在來看問題很麻煩 如果他中國員工的薪水 他估計一般城市五年要漲一倍 那你想臺灣的工廠大部分都是養二十萬人 三十萬人 所有的員工薪資 他不讓你關門 你自己都想關門了 很多人只是想 很多大陸臺灣在開玩笑的時候 他們是在想一件事情 怎麼在五年內逃出中國大陸 都在想這種事情 而不是說我怎麼樣在中國進行投資 因為中國不太想要你這些部門 他現在想的是怎麼把內需活絡起來 把自己的消費能力變成是我就能夠消費了 在這種情況下 臺灣在那邊出口談論 確實非常危險 但是我們政府都好像也沒有重視這方面的問題 甚至政府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來 從來沒有坐下來跟企業來聆聽說 企業家到底在想什麼事情 哪些問題在哪裡 我們來看看其他各界 怎麼看臺灣今年的經濟挑戰 終於院士胡勝正 胡老師他講說歐洲債務 不過胡老師還是認為歐債是很危險的 歐債危機將會衝擊到臺灣的出口 我們等一下會談臺灣出口到歐洲 佔的大概是十趴左右 可是你如果說中國大陸那邊 也是出口到歐洲的話 那可能數量就會大的很驚人 而且是南韓已經跟歐洲 美國等等 簽訂了FTA 然後也跟中國洽簽當中 我們最重要的對手 其實自由貿易市場 已經慢慢建立了 臺灣如果只是靠ECFA 就沒有辦法跟南韓來競爭 必須要尋求跟美歐來合作 臺經研六所的所長 楊佳彥 楊老師說 未來半年出口可能不會好轉 有人說第一季之後就落底了 有人說未來半年 可能也有人講說 一兩年內大概都跑不到哪裡去 經濟自由化談判 可能會因為不景氣而有變化 應該要想出刺激經濟復甦的方案 這句話是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們好好談一下 在金融海嘯來的時候 其實劉易如真的扮演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推動這個消費券的政策 我錯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好好談這個 但是現在是不是臺灣 也要好好思考 是不是要推出一個新的刺激 景氣復甦方案 等一下我們可以好好談 我們再看看其他各界 怎麼樣看 包括寶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 梁國元長講說 臺灣電子業代工 這個做不夠的 真的要轉型了 我們要好好規劃 下個世代明星產業 之前梁國元梁院長 在我們這節目一直在談到 就是綠能產業這部分 可是綠能產業有沒有那麼快 能夠銜接上 以及數量是不是夠規模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管忠敏 現在已經去當政務委員了 他說危機就是轉機 臺灣應該要趁機調整體質 應該要積極迎頭趕上 沒有抓住機會 會恐怕會掉到後端半以上 我們再歡迎我們今天第三位 特別來賓是股市的分析師 大家都很知道 他很有名的賴憲政 憲哥 憲哥剛才我們有介紹財經內閣 包括說最大的 行政裔議長陳聰來當 陳聰大家對他評價算是不錯 對 劉毅如當了財政部長 然後其他有所謂的財經官員 然後雖然馬老師不太同意叫做新內閣 不過因為他是新的一份名單 他有變化在那也不能叫財經內閣 因為之前好想 不過你怎麼看財經官員 新任的財經官員名單 以及接下來臺灣面對的 不管是剛剛我們談到說 歐洲債務危機 到底是不是那麼嚴重 以及中國會不會硬著陸 軟著陸 以及臺灣本身產業結構 體質的問題 你怎麼看這封名單 跟臺灣醫療面對的條件 我們看今天是股會雙掌 今天股票跟我們的會市 都是大廠 那這個部分他反映在 除了在臺股的一個落後補漲的空間以外 其實對新的財經內閣 有很大的一個期待 那你已經三十年沒有財經內閣了 當然中間兩千 在一千九百九十七年到兩千年 那中間蕭患長勉強 可以說是一個財經內閣 但是蕭患長本身 他其實是一個談判專家 所以如果真的我們嚴苛的去看的話 從余國法之後 三十年 從來沒有看過財經內閣 所以這一次市場對財經內閣的寄望 以及對他的期待 就會非常的深 等一下 我先幫你打插 真的不禮貌 問題是也只有陳聰從副院長變成院長 然後其他都是大風吹 A換成B B換成C 這怎麼叫財經內閣 其實半頭都有差 因為我們臺灣你知道 如果做府的 一般來說 坦白說 也沒有什麼花園權 所以陳聰在看守競選 那最後在處理一些臺灣股市 以及歐債的一個問題 他的種種的一個措施 以及在過去他在兩千零八年的金融海嘯 以及在一九九七的一個 他的一個東南亞 以及本土的金融風暴等等 其實他都有參與過 所以他有相當的一個對負重金融海嘯的經驗 我們現在知道臺灣面對的三個藍題 第一個是租稅的問題 那過去臺灣經濟成長率曾經高達十點五 十點二五 在兩年前 但是老百姓感受的是無感幸福 有感痛苦 就分配不均注稅的問題 對 也許臺灣的經濟可能會被邊緣化的問題 就未來東南亞東協加一加二加三 我們恐怕會被邊緣化 所以他有一個ECFA的一個替代的一個方案 第三個就是最主要的產業升級的問題 就是你剛才說的 是 臺灣的產業你如果不升級的話 我們在這邊也是作以代替 那要升級 過期悉尼就升級了 有可能現在 有 我們現在看他整個佈局來講 比如說我們看到那個殷啟民 他直接就在這個經監會這個部分 是 那殷崎民本身 我們看他以前有兩本錢 一本就斷戀 斷戀就是說我們臺灣的三額 你如果不注意 真正會斷戀掉 那是策略 因為他最近他的策略 就是連日被抗韓 因為韓國實在太大了 他那個競爭歷史來臺灣受不了 所以我是覺得未來在整個經濟的剁手 由這種從工業出身的 他知道臺灣的經濟以前是靠中小企業嘛 不是真的靠這種大企業 因為他由他來掌管這種所謂的小財經內閣 應該是比較適才適用 換句話說你很期待 甚至認為說接下來臺灣產業轉型 就要啟動了 就會順利的推動 不一定會完成 能不能順利推動 我不知道 不過從這一次 包括馬總統 我們馬老師一直期待 他的一個脫胎換骨 其實他本身已經脫胎換骨 你看從來沒有這麼快 賺錢了 你覺得想說過去 我們想說很多十歲選了對不對 五月二十年內閣總使 我跟你說那九十天真的會猛猛猛猛 這次不用三十天 不用十天 不用五天 一天一天給你等一個暈眩 讓你這樣眼睛為之一亮 至少不管說你是舊瓶裝新酒 還是說新瓶裝新酒 至少我想在老百姓的一個心目中 應該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氣象 想說今天開工 第一工他就是內閣名單出來了 對 我們來看看這一波內閣改組的名單 究竟他所代表的意義 是老幹薪資老計不利 還是說他其實是了無心意 我們來看看這一波的內閣改組 選後內閣重組 馬總統將在一月三十一日 無內閣總辭之後 宣布任命由陳沖組閣 傅格奎由現任 內政部長江儀化接任 而內政部長職權內定由現任 公共工程會主委李鴻源接任 內閣改組也牽動國民黨黨務人士異動 其中在立委選舉中南征台南 表現不凡的蘇俊斌被內定接掌 組發會主委 而在國民黨秘書長廖廖已確定請辭之後 據瞭解 職缺將現任行政院秘書長林中森接任 政策會執行長則由連任三屆立委的林洪池接掌 而總統大選期間 擔任馬吳競選總部發言人的英偉馬偉國 也都內定出任國民黨發言人 兩人年紀都不到三十歲 將是國民黨史上最年輕的發言人 而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據瞭解內閣會有二階段改組 第二波兩岸外交等部會人士 將在520馬總統連任就職前完成布局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剛剛馬老師也談到消費券這件事情 其實之前在有話好說 我們闢了一個專欄 其實在兩三年前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叫做國富論 我們每個禮拜二都在談那個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 那個時候剛好遇到金融海嘯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真的是劉毅如劉老師 那時候都是我們固定來賓呢 他就很早就提出來消費券的這個概念 這個節目今天也介紹了很多次消費券的 這樣子怎麼發放怎麼實施 當然之後有一些批評 不過消費券其實真的在那時候是臺灣因應金融海嘯 要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有沒有成效到目前為止 還是各說各話 我們來看看劉毅如原本的經建會主委 現在當財政部長 有人叫好 當然也有人看壞 我們來看看 行政院上午舉行新春團拜 副院長陳沖松口證實 他被馬英九總統說服接任隔魁 對於外傳經監會主委劉毅如 行政院政務委員尹啟明將分長財政部以及經監會 陳沖表達對於兩人財經專長的肯定 其實他是一個產業專家 他對臺灣產業的發展每一個結構 其實都非常瞭解 對於是否接長財政部 劉毅如本人則是相當低調 劉毅如的母親郭婉榮 二十四年前就是臺灣首位女性的財政部長 外界對於未來劉毅如施政方向相當關注 但同時也有人質疑 他是因為選前砲打宇昌案立功才獲得酬庸 對此未來的長官趕緊出面為他澄清 不過換來換去財經內閣都是老面孔 陳沖則說如果由新人來掌舵 人民反而不放心 至於被問到對新內閣有什麼期許 陳沖則表示還是要等內閣總辭生效後 再來說 毛老師抱歉 剛打斷您 因為我們其實談到劉毅如 那時候我們都叫他劉老師 因為他其實是我們節目的固定來賓 那說實在 因為那時候是我主持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其實很早就提出來消費券的概念 後來政府也真的做了消費券 是不是他最主要的推手 我真的不能這樣子講 可是他的確在政策還沒形成 之前很久 他就講消費券 不是這樣嗎 我實在是從來不喜歡 這個自誇自己的功勞 但是激勵消費這件事情 我大概在三年半前就開始推 推的原因是什麼呢 推的原因就是從三年半前 我就開始擔心中國的世界工廠要關門 我認為中國世界工廠已經宣布他要騰龍換鳥要逐步關掉 而在他關掉之後呢 臺灣的出口不能夠再繼續向世界工廠進軍的話 是就表示臺灣親戚就沒有動力了 現在說我大概我這三四年來 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當世界工廠關門 臺灣經濟事業要動的時候 臺灣該怎麼辦 其中的一個部分 我說要激勵消費 是 而當時我主張的激勵消費 不是後來的消費券 我的主張是這激勵消費要包括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他必須要去買本國產品 第二部分呢 就是他不能完全用政府的錢 他需要有配合款 是 政府出一半 他自己出一半 第三個呢 就是他需要限定對象 要排富 不是每個人都發 而是所得大概在兩三百萬左右 儲蓄 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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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層的儲蓄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用光了 所以對這個階層 你發給他的這個這個激勵消費的 這個資金 是 他會馬上用來消費 是 所以他對於消費會有真正的刺激作用 而他消費的對象是國產品 所以對國內產業有往上提升的效果 而且會在國內產生連鎖作用 而第三個就是 因為他不是每個人都有獎 所以他會使得真正迫切需要的人 他直接得到幫助 是 所以在消費券的政策發表的那天 我立刻寫篇社論 批評這個政策 我說我們幾年來主張的 不是這個東西 是 我們應該做一些修正 但是大勢已去 沒錯 所以我後來聽到這個劉主委說 這是他的想法 我是有點有點吃驚 OK 不過無論如何 您原本在三年半前的那個想法 也就是說特別針對真正能夠擴大內需的 而不是政府來幫您花錢的 就是您第一個談到說 也許政府給給五百 你自己要拿五百出來 你才能花一千 後來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就直接給你三千六 讓你花也沒有排富 對 然後呢 其實也都是做半套的 而且也沒有買國產品 也沒有特別 一定得針對國產品 其實大部分不是國產品 我們如果不要再回到三年半前 我們就是從今天過年 大年初八 我們現在又很擔心歐債危機 我們又很擔心 中國大陸硬著陸 我們又很擔心 臺灣的產業體質不佳的情形下 再讓您對 不管是我們的劉部長 或者是我們的經監會主委 或者是陳沖 陳院長 或者是馬總統 完整的一個刺激景氣方案 您提得出來嗎 這個方案我說 我花了三年多在想 所以那方案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方案 那如果只強調 其中激勵消費的部分 我後來的主張 就變成所謂陽光屋頂的主張 因為我認為臺灣有兩個地方 是非常迫切的需要改善 一個就是臺灣的這個天空線 太醜陋了 你只要站到一個比較高的屋頂上去看 你往下看 所有的房子都貼著高藥 有紅的 有淤綠的 有黑的 有白的 什麼樣都是都是鐵皮 我相信全世界的這個像臺北這樣的首都 有這麼醜陋的這個天空線 可能臺灣是絕無僅有 那第二就是臺灣也在跟隨世界潮流 在推動太陽能 但是我們的政府基本上沒有什麼重要的政策 在鼓勵太陽能 所以我後來就說如果我們可以讓這些很醜陋的這些鐵皮屋 上面多加一個太陽能板 第一個你會發現這個景觀馬上改善 而且是呈現非常高度的這個科技感 第二個就是如果臺灣的房屋的屋頂能夠加裝這個太陽能板 全裝太陽能板的話 臺灣的太陽能產業受到這個激勵馬上往上要升 所以如果政府在這個時候 譬如說你願意這樣做 我就給你一半的補貼 這個補貼呢 才真正的一方面是擴大了內需 一方面呢又帶動太陽能產業的發展 可是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碰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臺灣這麼醜陋的屋頂 都不符合資格去裝太陽能板 因為全部都是違章建築 違章建築依法不能加裝任何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呃我有段時間跑到高雄去嘛 我們在高雄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地方需要想辦法突破 但是這個突破呢要很大的魄力 你需要去修改法規 才能夠讓違章建築上面做改善 呃所以從前年的大概年底 大概有一整年時間沒有任何的動靜 不過我最近碰到一個高雄來的人 他告訴我一個好消息 他說高雄市政府在陳菊市長的領軍之下 十一月已經突破了 違章建築上只要裝太陽能板就合法 這個突破呢會使得高雄的太陽能的產業呢 會突飛猛進 他們說不但那個老舊的違章建築 他們很願意要這樣配合 連新建築的這個建商呢 他都願意自己加蓋一個為這張建築 因為只要上面有一個太陽能屋頂 它的建篇可以多好幾瓶 所以如果我們的中央政府呢 能夠建賢思齊 能夠向這個高雄市政府學習的話 也許這個政策呢 很快可以在全台灣推動 它帶來這個激勵內需的效果是非常龐大的 因為你想一個太陽能屋頂要多少錢 對 要好幾萬 十萬以上 那如果一百萬個屋頂都是太陽能板的話 那是多少錢呢 那是一百億以上的這個投入 而這一百億的投入 台灣的全部的太陽能產業都可以共蒙齊力 但如果你說我還要限定對象 你這樣要裝的時候 必須要是國產的 那真正就能夠使得太陽能產業 在台灣就突然就可以開出一個新的局面 不過我是真的聽得嘴巴張得大大的 其實大哥你怎麼樣 對 陽光屋頂政策 對 我覺得陽光屋頂當然是一個 我覺得台灣是有 它有些產業它是有能量的 我們像LED 太陽能 這是還蠻有能量的企業 我們看到中國也是這樣 就是中國他把太陽能做得很大 你到蘇州 杭州去 你要開到高速公囊看 旁邊都是那種農家 全部都是太陽能板 所以我覺得太陽能這個產業 就我們看到這次情況 我們跟以前歐債不一樣 歐債是內外都失溫 全部都垮 那時候我想大家都印象 百貨公司也沒人去看 連電影什麼都可能都沒人去看 這一次是內溫外冷掉了 我覺得內溫外冷 你就 大家今年一定感覺到 百貨公司生意很好 電影院也生意好 出去玩都塞車 因為大家都覺得花錢不收 所以你就知道台灣 其實這一次狀況跟歐債不一樣 大家一直在什麼 因為跟上一次的金融海嘯 完全不一樣 它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是內溫的部分不嚴重 但是外冷的情況是非常嚴重 我們剛剛講太陽能就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我們整個外銷 因為德國 義大利的補貼銷售 我們整個能量就下降 所以我們自己必須想辦法 把這產業救起來 這老師講到也是蠻正中 我們自己先 你自己國家太陽能是全世界 排前幾名的公司 你都不鼓勵用 那你這個國家給人的信用是什麼 那中國他為什麼太陽能做那麼大 我國家就是要用 太陽能工作四大產業之一 對對對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是有兩個產業 是LED跟太陽能 是救得起來 他是搶的 就是LED這產業 臺灣也是蠻有能量 連日本人都不敢不敢跟臺灣玩 就是臺灣做小的LED能力非常好 那到大陸去做的也還不錯 雖然中國也在拼命做 但是品質趕不上 我們這兩個產業救起來 但是第二任跟LCD就很難救 因為韓國就是做得很好 三星他成本就是比你低 你每次到臺灣 好不容易賺錢的時候 應該這麼講 人家大賺 我們小賺 人家小賠 我們賠產 所以在這種循環裡面 我們臺灣整個製造業產業 其實怎麼調整是最重要 我覺得臺灣最重要製造業調整 像美國歐巴馬 他也說製造業很重要 他也知道我一定要把工作的機會 製造出來 太陽能 只要我們強勢的產業 一定要把工作機會製造出來 能夠跟國外 全世界來競爭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包括我們的塑化產業 也是一樣 怎麼樣擴大這個產能 就業的人口更多一點 那當然中國不好 其實對我們來說 這個時候 怎麼樣把臺商找回來 願意投資 像郭台銘講的 他要投資多少多少 陳春來找他 你要兌現 你不能每次都說 你要投資多少 真的想完之後 事情又不怕 你真的願意投資 但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出來 把這些好的高階的製造業機會 盡量保留在臺灣 把臺灣有競爭力的產業 把它加強能量 至於不好的產業 怎麼去轉型 怎麼去淘汰 甚至怎麼去合併 我們覺得像 其美電跟友達說 他們不願意合併 你這麼想建在主導 我就是要你合併 要不然我銀行就不借錢給你 不過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也訪問過 太陽能的那個創會理事長 其實他也談到 我們後來也很清楚 臺灣的太陽能技術 研發能力 生產技術 其實真的全世界不算數一數二就是數三數四 大概就輸給中國大陸等等 其他國家而已 就生產量 可是問題是我們生產 我們技術那麼好 我們自己不內銷 我們都是出口 現在擔心的是 所以那個創會理事長 他也講說 我們現在擔心什麼 歐洲如果市場垮了 就沒有人要買 所以他們太陽能技術就沒了 公司就沒了 所以換句話說 有沒有辦法出口那個量 變成是內需的量 那個是很重要 不過憲哥我要請教你 剛剛其實大哥有談到 臺灣這次面對的 之前是內外都冷 對 這回是內部 我們昨天出了 出side 抬車抬車 內部還很熱 外面可能冷一半掉 如果中國大陸 真的硬著路 或軟著路的話 那就全世界都冷掉 你怎麼觀察 全世界在二零一二可能會面臨到的 世界景氣的趨勢 以及臺灣有沒有可能逆風高灰 目前來看 大家對今年的一個景氣 一般比較保守 都認為第一劑會落敵 那第一劑落敵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 當然從歐債的一個角度 他二月 三月 四月 這三個月 它是發債的高峰期 每個月平均在五百億歐元以上 那如果過了這三個月以後 我想歐債的問題 至少他不會再擴散蔓延 也就是說歐債 那是不可能解決的 因為巴菲特說他看好十年後的歐洲 也就是說十年以內是不看好 所以歐債這是孤年胸 孤年風 沒辦法解決 但是既就希臘要 堂堂堂 沒關係 因為希臘太小了 但是你不能讓義大利 讓西班牙島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他防火牆如果做好的話 我覺得歐債對臺灣真正的衝擊點 並沒有那麼大 就直接的衝擊 其實沒有那麼大 他是間接比較多 那另外我們看到最近美國是應該有機會上來 因為歐巴馬今年要拚連任 所以他前幾天在國情之文裡面 他講到的富人加稅 他講到的就創造就業機會 為什麼他會把利率從二零一三年 直接拉到二零一四年 就要讓你企業從海外進來美國投資 那你投資以後你的產品要賣出去 你美元不能太強 你美元應該稍微弱一點 你才好賣 這樣才能夠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 因為他現在失業率八點八點五 他如果沒有壓到八以下的話 那對美國來講 對歐巴馬來講他連任是有困難的 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在鋪他連任的紅地毯 QE3 早晚會出來 那如果美元是長期趨落的話 那不要說走弱 長期他有效的 他控制在一個比較弱勢的範圍 那全球都是低利率的環境 我想臺灣的利率不可能漲 那臺灣利率不可能漲的話 那你現在利率一點一 錢放到銀行 你稍微物價的波動 就會變負利率 所以我們就要控制 我們國內的鈍售物價 是 那這樣的話 你臺幣就要緩升 臺幣緩升 我們看到今天匯率也大升了 升得兩腳 那這樣熱錢就會流進來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想就今年臺股來講 當然有很多的風險 是 有很嚴苛的考驗 不過在這個考驗的情況之下 以臺灣的經濟實力 我覺得應該可以安然度過 不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談新內閣 新氣象到底有沒有什麼 可能推出新的政策 譬如說剛剛馬凱 馬老師談到的陽光屋頂 等等的這種刺激 不但是可以刺激內需 甚至很可能讓臺灣的產業脫胎 換股的這種經濟政策 可以讓臺灣不但安然度過危機 甚至可能逆風高飛 休息一下繼續來討論 什麼才是臺灣民眾最迫切需要的 請幫我安排晚上行程 所以至周三晚上七點 您已經有約 重點是何時何時 什麼才是你不可迫缺的 最能精準分析您周遭一切事物 掌握第一手資訊 尋求最公正評論 不藍不律 不左不右 不說大話 不必愛打 一切有話好說 公共電視周一至周三 晚上七點 您的生活大堂 還好 他們不會講你壞話喔 我是土地同學 你現在行事也不是這樣 還是要再贏賞 贏賞 要再贏賞 像這美女 公安都會贏 既然有生意 做一次就贏了 這樣開了就要幾百萬 二月一日周三晚間十點 公視十三頻道 獨立特派員 旅館的幸福指數 歡迎回到有話好說 我們今天討論是由陳聰所領軍的 所謂的財經內閣 或是財經官員 現在已經是儼然成軍 可是是不是能夠帶領 臺灣安然度過危機 我們來看看 至少在今年臺灣會面臨到什麼樣的挑戰 以及該有什麼樣的政策 過新年求好運民眾擠報財神廟 希望新的一年錢財止盡不出 一掃過去不景氣的陰霾 由於台股春節休市期間 國際股市表現不差 加上財經新內閣人士的消息激勵 農年新春第一個交易日 開盤就上漲一百六十五點 馬總統要拼經濟找來陳聰擔任隔魁 綠營雖然肯定陳聰的能力 卻也指出新內閣是否擁有足夠的主導權 將是一大挑戰 陳聰的內閣到底是一個過渡性的內閣 還是一個可長可久將來要治國的內閣 我覺得其實背後的功功婆婆太多 不僅馬總統要插手 這個副總統也要插手 新內閣將面臨的財經挑戰 除了政治因素外 還有勞動市場的問題 有學者就很擔憂國內累積放無薪假的人數 已經超過一萬多人 年節過後甚至可能出現失業潮 馬英九總統連任將市政重點鎖定在拼經濟 但除了要面臨國內的無薪假問題 還有可能出現的失業潮 以及物價上揚薪水動漲等問題外 還有來自歐債危機的衝擊 因為國際貨幣基金IMF日前變成指出二零一二全球景氣成長率 將下修到百分之三點三 甚至警告說歐債危機若沒及時解決 全球景氣將更悲觀 憲哥我剛才不會忘記的問題 馬老師談到一個非常具體 我認為其實是真的應該可行 可是真的是我們現在財經官員 要再更細膩的去思考他如何執行 陽光屋頂 你怎麼看 這個部分馬老師講的有機會 但是比如說馬老師講說高雄 高雄如果真的他有到一千億的一個裝機量的話 那高雄市政府到哪邊去籌五百億來補貼 政府現在有這麼大的魄力嗎 講最簡單的LED燈 LED燈目前國內的滲透力不到三趴 那日本以及中國大陸對公家機關 現在所有的你都通通汰換 我給你補貼一半 這很正常吧 公家機關 那滲透力就可以拉到百分之十三十五 那未來如果整個他的價格降到甜蜜點 就現在如果八瓦的LED現在是三百 三百二十五 最近降到兩百五 如果降到一百五的話就甜蜜點出來的 他可以直接跳躍到三十趴 甚至四十趴的一個滲透率 我想如果政府真的要補貼LED比太陽能更快 這第一點 第二點太陽能 其實他一直在靠著政府的補貼 也就是說我如果沒有補貼你的話 你沒辦法生存 為什麼 他的一個熱能的轉換率 還壓低在十九趴以下 這是不夠的 除非你能夠跳躍的到二十八趴 二十九趴 這樣的話 他根本不用靠政府補貼 如果有一天太陽能自己能夠茁壯站起來 我不用靠政府補貼 那不得了了 但是坦白講 這兩個產業 以前都不叫產業 現在為什麼會叫產業 因為大陸那邊一年之內 他的產能LED增加三倍 我們說產業是他類的那個產 產CC的產 太陽能直接給你增加十倍 你怎麼跟人家打 但是我要請教你 那個就是本身是不是扶得起的 阿斗 這個我們可以討論 可是剛剛你談到錢的部分 如果說不管是高雄市 或者是整個中央 可能用創造出一個一百億的產值 對半分 就是中央要拿出五百億 一千億的產值 對中央要拿五百億出來 我要請教消費券那時候 都花了九百多億也拿出來 這次是怎麼拿出來 蔡阿董會說你土地 特定廠商 蔡阿董會說你是要扶植 我們未來的產業 不會這樣講 民進黨過去的兩 這個兩兆雙星 敵人跟面板 現在已經變兩兆雙星了 現在負債兩個加起來 超過一兆 對不對 那現在你太陽能跟LED 我覺得LED沒有問題 LED坦白講 他自己站得起來 太陽能真的有一點擔心 馬上 馬老師 我覺得憲哥 談到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公務人員的那個心態 你說他對也對 說不對也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創造 一個產業出來 或是扶植一個產業 你當然是土地他嘛 一定是土地 一定是土地 只是說是合法或非法 然後錢有沒有掉到你口袋 以及創造的利潤 到底歸給誰 換句話說 如果真的要照您的方式 不管是說所謂的陽光屋頂 或是其他方案去刺激內需 或是提振產業 做轉型的這個工作 公務人員一定會面臨到 你是不是 這是土地特定廠商的問題 所以永遠別想做 只能做那種雨入均沾式的消費券的做法 首先我很慶幸憲哥還好沒有入閣 因為這個國家的這個內閣 在這麼長久以來沒有大破大力 對 就是因為他每天都在想這樣的事情 我如何規避責任 我如何英雄苟且 我如何跟著前面的腳步走 永遠不要創新 永遠不要冒險 所以這國家就一直往後退 一直往後退 所以退到今天這個地步了 所以如果馬總統真的 他是真心在說要脫胎換骨的話 就必須要變成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而有能力的政府就是 我如果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 雖千萬人我亡以 總統就是這麼回事 如果總統也畏首畏畏說 在野黨要批評我怎麼樣 那你根本就不要做事情了 因為在野黨的職責就是要批評你 對 如果你說我面對一個批評 我立刻退縮 那你永遠不要做事情 也許在野黨就希望你永遠不要做事 這樣的話下次政權就輪替給他了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首先考驗到底這個所謂的新財經內閣 它是不是一個真正想要為臺灣做事的內閣 是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剛才這個信和提到 如果一千億裡面五百要補貼 怎麼辦 事實上呢 你要讓這一千億要花下去 不可能一年內花出來了 你大概要花十年才能夠 讓這個屋頂全部都鋪滿太陽能板 十年的話 一年五十億了 憲哥 五十億這個政府 如果都不敢拿出來的話 再叫個政府嘛 所以事實上呢 你真正要做 錢也不是問題 是 我們的產業的競爭力也不是問題 所以真正問題在於 這個內閣三年半來都沒走 今天換了一個院長 會變得有種嗎 這是真正的問題 不過另外一個方向是 因為馬總統已經沒有連任的壓力 他其實真的是可以大開大核 不過我們大概沒有說 一定要做陽光屋頂 或是說 但是我們其實想提醒所有的觀眾 以及我們自己 就是說 我們現在面臨到的是這個情形 我們來看看去年兩千一一年 臺灣出口的概況 我們所有的出口是三千零八十三億美金 其中佔最大比例的四十趴 是出口到中國大陸跟香港 另外美國是十二趴 東協六國是佔了十六趴 歐洲是佔了十趴 日本佔六趴 其他部分佔了十六趴 我們現在擔心第一個危機是歐洲 如果在歐債真的爆發的話 這個十趴的出口可能會受到衝擊 另外我們也擔心 如果歐債真的危機爆發的話 中國大陸 香港 其實也很多出口到歐洲 換句話說 我們就會受到所謂的間接的衝擊 這是第一個危機 歐債已經發的危機 第二個危機是馬老師 一開始所說的大陸 香港作為世界工廠 如果關閉的話 我們這真的不是四大產業 是全臺皆產這樣子 真的會被灰灰灰 這個會很危險 然後美國說會好 好到哪裡去 大概也不會有太多人相信 然後他還是要用印鈔票來救經濟 換句話說 出口的部分 真的只會悲觀 但是內需的部分 我們真的應該要好好來面對 我再請教一下啟示大哥 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產業 或者是一個強有力的產業 或者是一個永遠能夠永續經營的產業 這四年到底政府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我們剛剛太陽能剛好就是個重點 說我們現在政府就資源 其實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舉債越來越多 這國家債務越來越再採購 所以你有限的資源 到底要投射到哪個地方去 剛剛憲哥講到 重點說兩兆雙心 讓人傷心 為什麼臺灣的企業做的小小的 跟韓國整個三星大規模作戰 不一樣 他一直把成本降低 到國家資源投入 這個他能夠成長到非常大 但是臺灣呢 他每個都想當老闆 友達跟齊美麗 你政府連協調 他們合併都很困難 敵人更是個資為主 即使到了快下市 也是要拖銀行 一定要一直拖進來去死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的力量 其實應該第一個 我們有限的資源 要投放到哪些產業 包括LED 包括這個有競爭力要投放下來 沒有競爭力的產業 怎麼樣把它合併掉 或者集合起來 造成更有競爭力 再做下一波的作戰 我覺得臺灣的情況到現在來看 其實蠻危險的 我們看臺灣的股票跟大陸一樣跌得非常慘 比歐洲跌得非常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臺灣透過大陸出口 其實數量很多 所以只要大陸這個工廠往下降 我們看十一月跟十二月 我們的出口數字 對美國是成長的 但是對大陸是衰退的 比韓國還衰退更嚴重 我們覺得說 我們不是欠一個法嗎 我們應該很好 結果對不起 韓國消耗大陸的成長速度 比臺灣快很多 包括他的智慧型手機 包括他這種電子零組件 都比臺灣多很多 所以臺灣是整個核心競爭力 都是沒有提升 包括我們覺得 紅達電手機也做得不錯 但是問題 你很明顯的看 說我們打不贏三星 所以我覺得臺灣的整體結構上 提高品質的這些智慧型手機 政府必須下資源 把這公司變得很大 所以我覺得臺灣的 包括這些要合併的公司 你要想辦法勸他們去合併 他說民營事業不能介入 你總不能看到這些公司一起垮掉 這個垮掉結果是 整個銀行體系會受重傷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政府面對問題 其實非常的嚴峻 大家把歐債 其實歐債對臺灣來說 它是件小事情 臺灣整體的競爭在過去幾年 下滑得非常嚴重 在上一個農年的時候 那個韓國的國民所得還不到一萬 我們已經一萬四美金 現在人家兩萬多了 三星漲得這麼大了 我們還是兩萬美金 在那邊拚了半年 同樣的時間 人家是快速成長 那你看新加坡三萬多塊美金 上個農年三萬塊 兩萬塊美金不到 現在五萬塊美金 那香港兩萬四 也到三萬塊美金 所以我們臺灣不要沾南 只要在整個競爭圈裡面 我們常講到四小農 我們其實已經落後在人家 非常的多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政府資源在投放錯誤的話 像臺灣在下一個農年十萬 以後可能一點機會都沒有 甚至再不好 跟菲律賓一樣是等級 比較差的國家 這是已經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不過馬老師 我們其實這幾個月來 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也談論過幾次 叫做產業轉型 我們說實在 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做產業轉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當然現在比較 有競爭力的叫高科技產業 可是他其實也不那麼高科技 因為主要都是代工 那我們真的不知道要轉 是怎麼轉 蔡英文在選前提出了在地產業 可是那個部分也很空洞 就你也不知道 什麼叫在地產業 然後你希望說 創造出一些所謂的 在地的就位機會 可是那個量又不夠多 競爭規模又不夠大 我真的很想理解 什麼叫做產業轉型 怎麼轉 我覺得我們頭一件事情 把學者們慣用的一些口號 一些詞令 拋棄掉 對 不要再每天什麼高喊產業轉型 產業升級 民心產業 這些東西都不要去碰 因為過去臺灣受害最深的 就是民心產業 就是產業升級 就是把全部的資源向高科技產業集中 所以再也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臺灣該做什麼事情 老老實實地把既有的產業 把它好好的發展起來 那就是最大的一個優勢 臺灣其實今天該做什麼事情 實在是太多了 我們舉簡單 馬上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這幾年一直在鼓吹 臺灣應該建設經貿特區 而經貿特區到最後 經濟部長他採納了 他把它變成自由經濟示範區 可是他的理念 跟我的理念有一個極大的差距 我的經貿特區 要至少一百公頃那麼大 而且要做到跟新加坡相比 一點都不遜色 而他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就是自由貿易港區裡面 那小小的一塊 然後加上路資跟大陸的 這個白領勞工進來 那根本不叫經貿特區 如果臺灣真的 臺北 中部 南部 三個這麼大的經貿特區 完全可以跟新加坡比美的話 他就可以把臺灣經濟 整個往上硬拉 而且我主張 在這個經貿特區裡面 要劃定一個區塊 要用特別法 讓他的外勞 跟我們的基本工資 脫鉤 不是脫鉤 就是基本 勞動基準法 在特區裡面不再適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讓大陸假定今天已經走投無路的臺商 把十萬家引過來 讓他大量的使用工資比較低廉的外勞 他的勞動成本會比在大陸生產還要便宜 如果這十萬家每一家投資十億新臺幣 在臺灣的話 你算開始多少錢 那是十萬家 每一家十億 那是一千兆 一千兆 一千兆 臺灣一年的GDP 不過十兆多一點 那一千兆的投資就下來了 你說用這樣兩天要下去 臺灣經濟怎麼會好不起來呢 而且這樣做也非常大的好處 臺灣的這些半導體面板廠商 跟三星不能對打 大家都不知道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三星是一個完整的廠商 是 臺灣是一個只有上半身 沒有下半身的廠商 臺灣有頭有胸 但是沒有腳 我們的腳在大陸 而這個腳要被砍斷 所以如果你把這十萬家 臺灣引進來 那跟上游中游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創造好幾個三星出來 所以臺灣的路到處都是 看你要不要走 但如果你沒想到 歐債如何 歐債如何 那臺灣就完了 不過我可能也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馬老師 您提到那個經濟特區 這個概念 其實也是有不少的人 在挑戰您 也許我們做一集 好好來辯論一下 是不是該做這個 可是憲哥 我要請教你 之前馬總統一講說 連是清連 是最大的一個 大家認為馬總統最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後來新加坡政府有講說 他們為什麼會叫新加坡 不是 重點不是在清連 而是在能 能力那部分 剛剛我們一直在談說要大開大合 怎麼做 我們沒有定論 可是很重要就是說 你總要去做 你要去 do something 而且那個要夠大 你不能就實驗性的做兩個 那個象徵性的 給人家看一看 大開大合 大破大立 是你對未來的官員的最重要 期待嗎 沒有錯 我想目前來講 所有的人都對 還是穩定 壓倒一切 沒有沒有 現在已經不求穩定 我想大家對馬總統的第二任 在沒有連任的一個壓力之下 應該他希望在歷史上流明 所以他可能大開大合 我們從這一次的 內政部長的一個人選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以他第一任的 他的用人的一個標準來講 是第一關就被刷洗掉 不可能進去 對不對 不過你記住話要修正 因為李鴻人到公共工程委員會是 第一任的時候做的 沒有 那是後來 因為八八水在以後 還是第一任 沒有到第二任 至少他的功能性非常的明顯 是 就是第一個 我先求財 再去考慮到得的問題 那甚至我們過去 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大禮不辭小讓 大行不顧細謹 我們看到外國有很多的部長 當然首相是另外 就是說行政院是另外 外國有很多的部長 甚至什麼同性戀的 甚至一些我們不是歧視 就是說在可能在國內會有 引起很多的議論的 在國外都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就你你會做事就好了 這是國外的用人為財 那現在來講 看起來已經有那個味道 當然可能距離大家的想像 可能還有一點距離 不過我要回剛好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馬教授講的 比如說他說一年用十年的時間來補貼那些太陽能 我說他沒那個時間都等十年了 真的嚴重肉燥 如果每年只有一百億的話 他沒有那麼長的時間去等待 因為現在的經濟的一個狀況 可以說日新月異 剛剛講到面板 面板很簡單嘛 你就開放嘛 就讓大陸的電視廠 直接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三十 他去投資我們的面板廠就好了嘛 你的人到位 現金到位 這樣的話你做出來的面板 找到了出海口 你就不用怕嘛 你就上下一罐了 你幹嘛要去我們的營廠 去扛那個責任呢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事情是政府可以做 不過目前來講真的是國事如馬 尤其經濟上的事情 每一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 我前幾天也遇到一個中小企業 他也說 你怎麼可以讓那些台商 去大陸享受榮華烏會 又回來在經濟特區裡面 又用外勞 那我們在本土裡面 我們堅守那麼久的 我們是問到 女孩打扮裝成熟 她們心裡想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的打扮 女生就是會 愛漂亮去做照片 自己化妝 然後別人就會以為說 妳帶來一些麻煩 這些事有沒有發生 我去那個林森北那邊 就林森山潛櫃 然後我要回家 計程車司機說 我 我要去 我是在哪裡上班 因為林森北哪裡上班 今天晚上九點鐘爸媽 熊很大